康熙最宠爱的妃子在失宠后居然刷了二十多年的马桶 甚至还死在了马桶下 他究竟是做了什么事会遭此结果 而在这个妃子死后 康熙又杀光所有见过他刷马桶的人 为何康熙的行为如此反常 今天咱就来聊聊这话题 康熙让宗人府的人殉葬无非两个原因 一是愧疚二是折羞 这皇室的丑闻烂也要关起门来烂 容非解释进宫没有具体的时间记载 但从相关的史料来看 大抵是康熙二年或者是康熙五年 那两批选秀进宫的 入宫后就一直深得圣恩 是第一个为康熙诞下子嗣的嫔妃 在那之后他几乎每年都淡于子嗣 十年六胎受宠程度可见一般 后宫家里万千 后卫却只有一个 康熙无法侧封梁皇后 便侧封容非为皇贵妃 除了名号几乎能与皇后平起平坐 不同于其他得了圣恩便娇宠跋扈的妃子 容非为人温柔田径 从不干那败高踩低的事 孝庄皇后那般挑剔的人 见了容非也是赞赏有加 通常来说一个妃子是宠 要么是自作孽 要么是出家族千类 容非自己田径不惹事 家族在前朝的影响力也不算大 掀不起什么风雨 按理来说 即便是年老色衰 至多那也是淡了圣宠 在那皇贵妃的位子上 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委屈 容非大概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身的圣宠 居然会折在自己的友善和听话上 容非究竟闯了什么祸 才会被罚刷二十七年马桶 祸乱后宫 要么打入冷宫 要么刺死 被罚刷马桶 数十侮辱人了 要是自作自受 还情无可原 可容非纯属无妄之灾 后宫女子但凡受宠 不管性子是否温润 总会有人来惹事 容非也是如此 慧妃速来与她不对付 容非呢不想入蝶 总是寻着 有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可能 一次回老家省亲的时候 本着为康熙分忧解难 顺带与惠妃示好的想法 她向康熙推荐了惠妃 一同打理后宫 惠妃大呼人家出身 娘家在前朝说得上话 自小锦衣玉食惯了 吃穿用度上受不了一点委屈 惠妃打理后宫时 后宫在她的影响下奢华之风盛行 妃嫔瓶们日日攀皮 个顶个儿的铺张浪费 惠妃娘家势力大 康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最后一肚子气全撒到了荣妃身上 两人的感情自刺急转直下 但让两人关系真正破裂的 还是八字夺底 小庄皇后早就看出 康熙有废太子之意 所以早早嘱咐荣妃 一定要劝助康熙 荣妃速来听话 太后交代了当然要听 所以当康熙第一次提出 要废太子的时候 荣妃毫无犹豫地站出来 劝戒康熙 结果被康熙变为常在 好不容易从冷宫中出来 荣妃这个死心眼的姑娘 再一次守住了对太后的承诺 可在康熙眼里 这一次次的干预 怕是动了干预朝政的心思 于是再也不念及旧情 直接把荣妃关到了宗人府中 宗妃实施 后宫少不了落井下石的人 会非首当其冲 在她的指使下 宗人府的奴才 不仅站到了荣妃头上 还逼着她去刷马桶 康熙自己下的令 为何荣妃死后又屠杀宗人府 康熙和荣妃有个女儿叫兰奇尔 深受康熙宠爱 当年为了在种盖部落扎稳根基 康熙就送兰奇尔去和亲 对这个女儿 康熙一直心存愧疚 所以在清真种盖后 又把兰奇尔接回宫中 女儿一回来 康熙献宝寺的送了一个八音盒 还把荣妃也接了回来 可母慈女校的日子 还没过上几天 康熙那边又开始计较荣妃 反对自己废太子的事 反手又把荣妃送回了宗人府 兰奇尔一看 自己被送去和亲 母亲又被打入宗人府 对康熙心灰一冷 摔烂了八音盒就离开 荣妃从荣妃一路而下 本就欲寡欢 再加上女儿的离开 和平日里的劳累过度 在刷马桶的时候 晕了过去 结果被倒下的马桶给压死 康熙得知恶号以后 匆匆赶来 才知道荣妃这些年过的是 怎样的生活 她追封荣妃为皇后 还要宗人府所有见过 荣妃刷马桶的人殉葬 这么做其实也能理解 她虽然知道 宗人府的日子不好过 但她没想到 那些奴才竟敢如此大胆 自己的妃子 岂容奴才作奸 殉葬也算是为荣妃出气 顺便杀其警侯 自己的脸面也很重要 怎么说都是一个妃子 居然刷了这么久马桶 这事传出去 有损皇家脸面 当然要杀人灭口 更何况 荣妃已经被追封为皇后 追皇后是不可以有污点的 尤其是刷马桶这样的污点 所以所有的知情人 都不可以活在这个世上 可人已经死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名 可叹荣妃这可悲的一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